今天是周末 我们继续来聊点轻松的话题 聊什么呢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福岛核电站排放核污水的这件事情 我发现8月24号日本宣布排放核污水之后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发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黑色幽默的这种行为 你就比如说那些人去到超市里去抢盐 还有很多中国的小粉红打电话到日本的这些商家去骚扰人家 你按照正常的逻辑都很难想象这些事情 但是却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今天的中国 我们前两天也做了节目 但是我们的节目还没做完 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话说前几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就流传了一个新闻 说日本的外务省列支了700亿日元的一个公关费 专门用来对付福岛核电站排放核污水所造成的负面信息 这个信息一传到网上之后 很多中国的网民立刻费都被欺诈了 日本你们700亿日元都花在道来一把火焦视频上了吧 这老板们宁可花钱搞公关来维持自己的脸面 都不愿意采用危害更小的核污水处理方案 您说这不就叫装孙子吗 你想想700亿日元专门为了收买媒体 你这个往海里的排放核污水这件事情啊 就已经非常恶劣了 但是你还不让别人批评 然后你还拿钱去收买媒体 那你这成什么了 这跟不是跟中共一样了吗 那不能跟中共一样 中共人是实事就是了啊 那这是跟希特勒一样 对吧 和斯大林一样 这就是太恶劣了 是不是 然后新闻还讲到了日本整个核污水的排放方案 这中间的成本只花了34亿日元 你想想 为什么花这么少 就是因为五套方案里的费钱了 他都不用嘛 选了一个最省钱的嘛 就花了34亿日元 然后你的公关费花了700亿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公关费啊 比你整个核污水的处理费用啊 要高20倍 那这不是太坏了 你有钱 你为什么不把公关费拿出来 你去处理核污水啊 你用那个更好的方式 更危害更小的方式处理核污水啊 不 他不这么干 他用最少成本的方式 把水啊 排到太平洋里头 污染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都受到核污染水的侵害 然后你们要有意见的话 他搞了一大笔公关费 在网上啊 书买谜题 这不就证明日本 小日本是吧 会到骨子里头去了啊 这个信息也传到网上之后啊 立刻就引起了舆论滔天啊 紧接着在8月27号的时候 一个中国住在乌克兰的小网红啊 发了一个视频 他说啊 他收到了一封神秘的邮件 分享一下受到洗白日本排海事件公关文 是一种什么体验 有人发邮件 请我按400美元每10万播放量的标准 拍公关视频了 虽然我发际线有点低 但是我底线搞 我作为一个温州沿海土著 从小在海边长大 吃着海鲜和渔民为零 如果为小日子洗地 那我是要被我老龄家族谱除名的 严肃说一句 任何为日本排海事件辩护的人 都应该严惩不戴 这份邮件里头就跟他讲了 你按照日本政府的 关于核废水的排放的那样的内容 你做视频 做视频的话 每10万流量给他400刀 就要收买他 当然他没被收买了 义正言辞的 开始谴责日本政府 这样一种下流的做法 但是这个传到网上之后 那也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响 你想想 前面已经有700亿日元的劣支 对吧 公关费 后面有中国的网红 已经收到邮件要被收买 实际上这样的证据链就形成了 那也就是说 日本政府 花700亿日元 试图 在网上搞公关 这件事情呢 就基本遭失了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洗白任务 怎么样 有在海外的博主爆料 收到来自本子公关文的邀请了吧 反正目前我在海外呢 还没有收到 可能我猜呀 我节目呢比较正 观点立场也是每次都表示的很明确 再一个 我的粉丝数呢 不能算很多 但也不少 他们可能未必敢找我这样的 因为只要关注我一下就知道啊 我收到的话是一定会给他们曝光 并且痛骂的 那以我不大不小的影响力呢 还是多少会对他们不利的 有论颠倒黑白的功夫 日本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呀 勾兰从来半高雅 自古倭寇 好威名 小日子拿出700亿来想洗地 可是那从来没袋 生来就黑 不管你咋样洗呀 那也是个脏东西 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也不信 但这两天为了做节目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信息 我觉得可信 为什么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大家看啊 上个礼拜啊 我也是这周的前半周啊 整个中国互联网 关于日本核废水的新闻呢 长期霸占着这个新浪微博的热搜的前三名 好多条啊 但是从昨天开始啊 突然啊 就关于这件事情的性能就全都不见了 不光是热搜没了啊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也没了 什么中央电视台啊 新华社也不发类似的报道了啊 这个有什么讲究 我个人觉得啊 形成这么一个局面的最大的可能性啊 就是新浪微博被日本的外务省给收买了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你正常的新闻 你要是热度逐渐往下消散的话 它有个过程嘛 它是个缓坡嘛 它不会断崖式的下跌嘛 但是现在呢 一夜之间就没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新浪微博 因为网信办之前管它的 把那些有影响力的博主都炸号了 然后呢 都弄得全是中央电视台啊 新华社占据主流媒体啊 一般老百姓也不愿意上新浪微博了 所以新浪微博现在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新浪微博在美国 纳斯达克 那上市以后 现在的股价表现 它基本上也是穷途末路了 所以啊 最好的解释就是 外务省给了新浪微博一大笔钱 那曹国伟啊 还有那个什么莱总啊 肯定是没有抵御这个诱惑 就收了日本外务省这笔钱 所以你看 新浪微博现在都没有这样的消息了 当然了啊 现在不仅仅新浪微博没有啊 今日头条啊 小红书啊 好像这个关于日本和污水的事情也没了 那就不仅仅是他们被收买了 还是谁有可能被收买了 网信办 因为只有网信办呢 他们出台一纸命令 中国所有的这些平台就都没有了 没信息了嘛 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嘛 大家不要认为 网信办每天都是忧国忧民 替这个党和国家操劳 他们这些人 很容易收买 我过去的节目一直讲过的 那原先的有一个企业想要消除自己在网上的负面信息 花了一百万 结果呢 最后落到这个网信办那个小处长手里的就两万 就把这事给搞定了 那你想想 日本外务省人家搞了七百亿啊 那通过中国的公关公司搞定了网信办的一个小处长 这事肯定能搞成 最好的解释 就是网信办和新浪微博 通通通被日本外务省给搞定了 想想也怪可悲的啊 本来这件事情 国内的舆论媒体已经形成了一种滔天的对日本的声讨 结果戛然而耻 就是因为这些人呢 没有抵御日本外务省的这样的一个金钱的诱惑呀 所以我看完之后 也确确实实觉得挺悲凉的 在小日子的重金诱惑下 倾斜了内心道德与利益的天平 你们的良知是被狗给吃了吗 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 这日本的外务省啊 这七百亿啊 到底是不是公关费啊 那如果是公关费啊 到底是多少啊 它到底是一个事情的来通去脉 真实的是什么呢 这条消息啊 是8月24号 也就是日本决定排放核汇水的当天 由一个叫预冤谈天 这么一个账号发布的啊 他发布的这个信息就讲 NHK啊 报道说日本外务省啊 为了因应辅导核电站排放核污水 网上的一些虚假信息 网上的一些虚假信息在明年的时候呢 准备多列之703亿 那么这个外务省明年的总经费呢 是8137亿 那么为什么要增加这703亿呢 其实在那个报道里头讲得很清楚啊 一个是为了应对网上现在日益增加的虚假信息 另外一个就是增加啊 日本驻外使团的建设啊 所谓的700亿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这中间还讲到了 就是专门为了应对虚假信息的 这个一共列支了701亿日元 但是日本这个国家 它是因为它是个法治国家嘛 所有的经费开支啊 它都公开透明啊 那么关于明年的这个预算部分啊 我们还没有见到细表 但是去年前年外务省花的所有的钱啊 每一个项目啊 每一笔钱啊 其实你在这个项目表都查得到 那么我们就把过去几年的 日本外务省花钱的这个预算表 给找出来了 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这挺有意思的啊 日本去年的这个外务省的花费呢 实际上大概是7400亿左右啊 这7400亿中间一共分为四个大项 第一个大项呢 它就被称之为维护国际秩序 这里头是1919亿日元 主要是哪些钱呢 比如七国丰费啊 然后呢海上执法啊 还有国际法庭 还有日本的人权外交 难民 难民的费用日本确实是比较少 我看了一下 去年日本难民的费用啊 一共只有7.3亿日元 说实在的 跟日本这个大国地位 根本是不比倍啊 所以日本在难民方面的花钱 确实是太少了啊 第二个方面就叫加强信息力 这方面这个开支啊 去年一共是列支了479亿日元 最终实际花费是花到了563亿 而今年列支呢 是701亿 所谓700亿的公关费 就是这么来的啊 那这个所谓的加强信息力啊 里头包括哪些事情呢 是不是专门针对辅导的 这个事情收买媒体的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所谓的项目是每年都有啊 首先第一个部分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式 来搜集辨别虚假信息 并对它进行分析 第二个方面就是网络安全方面 开支啊 第三个就加强战略政策的方面的研究和沟通 就是跟一些其他国家的智库啊 联系啊 做一些评估报告啊 什么之类的啊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要培养一些所谓的亲日派 知日派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里就分为很多内容啊 比如说外语 在海外的日语培训 就是给一些钱啊 给一些补助啊 还比如说留学生的一些交换项目 有日本的留学生可以到中国 中国的留学生可以到日本 这需要花钱啊 这钱在这里头列支啊 还有你比如说邀请一些学者啊 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到日本来访问 大家都知道前几年不是 大家网上声讨这个蒋方舟到日本去访问吗 这个钱就是这一项的啊 就是培养知日和亲日派的啊 第五 大阪关系不是搞那个世博会吗 这世博会的项目在这里头列支 还有你比如说这个 世博会里头建的日本馆 这也是在这个项目里列支的啊 第六项 这就是那个ALPS处理水 这个事故要在国际社会上 帮助人们正确理解这个行为 去年和前年 每年都列支这个费用啊 非常清晰 是1.5亿日元 折人民币多少钱 就大概是750万人民币吧 这个就是所谓的真实的日本应对福岛 所谓的核废水排放事件啊 所提供的这个公关费 所以网上你就知道了 所谓那个700亿日元显然是假的 那700亿它是明年的 过去两年都是1.5亿 你想想明年能增加到700亿吗 简而不可能啊 那明年就算增加 因为今年你是政治排水了吗 你也得在1.5亿这个基础上往上增加 你不太可能增加到一个 非常夸张的数量级吧 我觉得增加到3亿 增加到5亿可信 你说增加到20亿都不太可信了 是吧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日本这个700亿啊 那个公关费啊 真实的那个情况 因为我们今年没见到吗 见到了去年的啊 但是你可以大致按照去年的这个花费啊 来判断在明年的这个700亿 到底怎么花 这是关于这700亿的事情 那么这个新闻同时又讲了啊 日本的这个核废水啊 处理方案中间一共只花费34亿日元 那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呢 我给各位讲 也是假的 因为它当时引用的啊 是日本啊 政府部门出台的这么一个 当时的研究报告 2020年出台的啊 就比较了五种这个核废水的处理方案啊 的优劣 在这个方案中间呢 的确讲呢 排放到太平洋里头啊 这个需要34亿啊 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仔细看这份报告啊 这34亿啊 仅仅只是为了为了排放这批水啊 所建设的最基本的硬件设施的钱 说句心理话是什么 就是建立管道的钱 但是你想一想 排放核废水 你仅仅就是建管道这个钱吗 那不是 那花费多了 对吧 东电啊 在整个处理核废水的时候 它自己曾经列过 就是处理核废水大概需要哪些分项啊 你比如说 规划安装在海上的这个排放口 第二个就是ALPS处理方案 第三个就是这个监测计划 就是你这水啊 排到海上之后 在海上要建立很多个监测点 这些监测点要时时刻刻的监测 海水中间的放射性的物质的这个含量啊 第四个方面 还要建设防波堤 第五个方面 就是要针对日本未来有可能应对的海啸啊 做的一些研究和对策 这些通通都是这些日本核废水啊 处理过程中间需要花费的钱 那这些钱是多少钱呢 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整个啊 从2011年出事到现在啊 12年间冬电处理核废水的花费啊 但是我们找到了2022年到2025年这四年 他们预计花费的这个钱 一共是597.1亿日元 大数就是600亿 那么你考虑到他前期还建了很多上千个储水罐 对吧 还包括那前期的费用 所以整个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这个费用啊 肯定是在1000亿元以上 所以你就知道了嘛 那34亿其实这个数字也是假的 中国的老百姓就被这样的一个虚假信息所误导了 那紧接着我们还要再继续分析一下 就是那乌克兰那个小伙子啊 说他收到了邮件啊 收买他 那这个信息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信息啊 我也仔细研究了一下 我个人觉得啊 99%他也是假的 为什么 大家来听我分析一下 第一啊 他说啊 他说有人给他发邮件啊 收买他是10万流量400美元 10万流量400美元啊 说你心里话 在我看来啊 这个数字有点低 如果要收买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要在YouTube上做节目 你要是能达到10万流量啊 基本上 你的那个广告正常分成也是400美金 但是你想想 你要收买一个人 你不比这个广告分成高一些吗 你在这做个广告的价格啊 在YouTube上 就有人找我们做广告的价格 都是我们正常广告分成的两到三倍 那你想想 你要收买一个人 让他无嘴 让他说假话 不是应该更高吗 但是只用10万流量400美元 这个价格 首先这是生意啊 第二 为什么要收买他呢 因为他此前没有任何名气 只是在乌克兰安住的一个中国的小网红啊 他在抖音上一共大概就是5万粉丝啊 抖音上的5万粉丝啊 可能大概相当于YouTube上的500粉丝 根本没有什么名气 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啊 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收到了这个邮件 按道理来讲 连5万粉丝的小博主都收到了邮件 那些百万粉丝千万粉丝的 应该都能收到啊 因为只有收买那些人才有效果啊 你光收买一个5万粉丝的小博主 能有什么效果吗 其他人都没收到 只有他一个人收到了 大家觉不觉得可疑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啊 他说他收到那封邮件 他在那个视频上也打出来了 那个邮件没有落款 不知道谁给他发的 他既然说是日本人收买他 那是日本外务省给他发的邮件 他得有外务省的落款吧 或者是日本外务省委托一个公关公司 那公关公司也得落款吧 但大家仔细看一下那个邮件啊 没有落款 他自己后来解释说 他是从他的工作邮箱 转到了Gmail的邮箱 所以就没有落款了 这也不对啊 你的邮件转发了之后 你落款不能给转没有了 你这落款要转一次没有了 你再转一次 是不是那信的内容都没有了啊 这信怎么能把转发的过程中间 还自动把你的信息给删减了呢 这不对吧 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对 正常肯定是因为有落款 对不对 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我觉得那封邮件 我仔细读了一下 它不是日本人行门的风格 你比如说他阁下这个词 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香港人在用 台湾人偶尔也用 但是日本人 现在信信过程中间 是不用这个词的 但是他这里写阁下啊 一看就不是日文的书写格式 行文的书写格式 而且不使用敬语 知道吧 还想他们共襄胜举 那一看 好像是中国的卯络语言啊 最后一点 这封信中间啊 竟然还有错别字 就是本来写的舆论 他写的无论 我一开始怀疑他是打无比 后来呢 别人帮我一起分析的时候 发现不对 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他一定是用手机 用拼音打出来的 我们也重新试了一下啊 在电脑上 用26个键盘 打这个拼音的时候 舆论打错的话 不会打成无论 但是用手机 9个键盘的时候啊 你就能打出这个 所谓的无论 那这说明什么 那就说明啊 这封信啊 实际上是一个 用手机打出来的 很大概率 当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啊 但是如果以日本人的严谨啊 在一封正式的邮件中间 有错别字 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所以啊 在我看来啊 就这封邮件啊 一定是伪造的 是不是这个哥们伪造的啊 我们现在不知道啊 但是他一定是伪造的 请媒体和其他公众号转载时 能先经过我本人的同意 并不要恶意剪辑和断章取义 今后我将更多的记录美好生活 不再回应任何质疑和节责 祝各位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 就是围绕着这个新闻中间的 两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全部都是假的 第一个所谓的700亿的公关费是假的 第二个所谓的中国的一个网红 收到这个邮件被收买也是假的 那最后我们就要分析啊 谁在制造这样的一个假信息啊 在组织造这样一个假新闻呢 我们刚才一开始节目 一开始讲到了啊 这个新闻的这个始作俑者 是在新浪微博上 有一个叫欲冤谈天的 这么一个号发出来的 这个号什么来头呢 这个号啊 他自己写的 他是一个女性 是一个资深的这个财经记者 但其实啊 大家都知道 他不是女性 他背后是个抠脚大汉 他其实就是中央电视台的 这个新媒体中心所管的号 欲冤谈 欲冤谈是什么 欲冤谈就是中央电视台旁边那个湖啊 欲冤谈公园里的湖啊 离中央电视台直尺之遥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上班的时候啊 在方楼里就直接能看见欲冤谈公园 所以欲冤谈天 实际上就是中央电视台 自己搞的这么一个新媒体的账号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吧 这些网上有很多啊 这些账号啊 他虽然没有打着那个 他那个官方账号啊 官方账号之外 他都会再搞一个所谓的民间号 比如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有自己的官方号 但是那个侠客岛 侠客岛也是人民日报搞的呀 中央电视台有自己的账号啊 这个中央电视台 CCTV新闻啊 但是这个欲冤谈天 也是中央电视台自己的民间号 就是自己的小号 说白了啊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吧 这个所谓的700亿的公关费的假新闻啊 炮制出来出笼啊 最终在网上形成8亿的传播量啊 就是中央电视台干的 想想挺有意思啊 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媒体啊 过去在新闻联播造谣 现在呢 又深入到了这个互联网的一线去造谣 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日本排放 和污水的这个过程中间 中央电视台这么冲锋陷阵 在网上制造假新闻呢 我相信啊 日本外务省的这些所谓的预算表啊 其实在网上查询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都是公开数据 如果他们如果是想认真想查的话 不难搞清楚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但是啊 为什么他们不查 为什么他们不把公这个真实的信息告诉给大家呢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想让中国的老百姓蒙在鼓里 通过这些虚假信息啊 来制造这种所谓的反日和仇日的情绪 让大家产生这样一种不必要的恐慌 并且在恐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这就是中央电视台 我过去曾经工作的地方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道西白日本排海事件 公关人是一种什么体验 阿ルプス処理水に含まれる トリチウム以外の放射性物質が 国の規制基準値を確実に下回るまで 浄化されていることを確認しま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年西白日本 phi亞を卖民高 水阳异常核章 小 JIreaming 小ジ obra 暴宋小人